已经进入防汛期 立委林佩祥特地邀集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和市政府公务处人员 以及包括七堵区副名里长吴明宗 永平里长黄朝嘉 自强里长张仁化 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蔡旺莲等人 都亲自到现场会看 基隆和七堵段的清淤情况 因为里长和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七堵段是否有清淤和防汛的计划呢 大家还是会担心 万一下起暴雨或是台风来 会发生淹水的情形 现在那些没去 没去昂著 我希望这边都要来做 如果我们都可以 像是挂折要折折 要清一下 因为这个核心 如果红旋期间 像什么大沙巴、七瓦 因为如果清的时候 不过石河分属人员表示 圆山紫分红道工程做了之后 七堵段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自从做了圆山紫分红流 从上流分红过去之后 这边大概提防高度大概都够 就是200年的工程都没问题 但是对于第十河川分属的保证 议员和里长们都还是会担心 因此会看后立委林佩祥做出决议 要求第十河川分属十天内 提出基隆河七堵段 相关清淤和防汛计划让地方一起了解 清淤跟保持河道的整结 保持河道整结 让水流能够顺利的 能够顺利在淘雨季节来临的时候 水流可以顺利从上游到下游 尽快的能够输菌 这是我们今天会看最后面的结论 不只是说清淤保证河流的速度之外 还有包括说水道整个旁边突出的地方 也要做出一定的修苦跟修缮 然后让整个水流能从上游到下游 尽快的流过去 保证说在淘雨季节来临的时候 不会因为有任何的堵塞或水流 或方位的改变 导致说水流停在某个地方造成淹水 你们自己跟我讲 你大概几月后可以来报告 几号呢 几个礼拜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不然就十天好不好 十天可以两个礼拜后 十个工作天两个礼拜后跟我报告 然后之后如果OK可行的话 就直接作业 大概什么时候预计 如果立委这边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马上切那个开口器 就马上执行 那目前现在我们掌握到状况是这样 不过我当然会希望说 越快越好 然后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还蛮担心的 此外傅民里长吴明宗 则是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规划改建 老旧的大华桥 而永平里长黄曹家也希望政府可以重视 重置桥的安全结构问题 特别是防汛期来临时 这两座大小车辆来来往往的桥梁 是否还能够经得起大水的冲刷 安全无余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